花蓮施工所和花蓮远东百货合作繁星圆梦计划 希望能够为花蓮家福中心受助学童 募得500份的耶旦礼物 在13号的晚上 尽管受到东北季风和繁高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活动现场风雨不断 但仍交不息每个人的热情 随着市长魏嘉贤 接同远东花蓮店长黄友诚等贵宾 为圆柏和平广场六米高的耶旦树点灯之后 呼吁大家一同来实现家福小朋友的小小心愿 睽違两年 花蓮施工所近年首度与圆东百货花蓮店及花蓮家福中心 合作办理圆柏圣诞城 13日晚上不畏风雨 由LED幻光炫舞开场 随后点亮了广场前六米高耶旦树 现场也邀请花蓮家福心愿同水水分享内心的心愿 希望妈妈心脏病没了 其余的什么都不期望 喜盘日养人能够提供营养品 让母亲讨养身体 陪着水水一起成长 今天风大不大 雨大不大 忍不忍 想象有些孩子 就常常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 其实也希望我们点燃了 我们每一盏的灯之外 我们把圣诞灯也点起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一盏灯点起来之后 它也呼应我们县长所点的灯 一起让花莲能够更幸福更圆满 我们希望登陆我们点这盏灯呢 就是来带给我们整个花莲最大的光明 但是今年我们特别跟家福中心连续第八年的合作 这次我们除了点亮灯之外 我们把木齐的资源 扩大到五百份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小朋友 跟这样灯一样 除了照亮整个大花莲之外 也照亮每个人心 跟照亮这五百个小朋友的愿望 为了帮助家福受助同圆梦 今年邀请五百位孩子参与繁星圆梦计划 在馆内的耶诞树 绑上心愿卡 学下心愿 花莲家福呢 现在在整个花莲县境内 其实大概帮助的家庭有1700多户 那其中其实在花莲市里面也有400多户 是我们辅助的一个家庭 参固主持人所说的 我们里面有五百个孩子的心愿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小小的心愿 他都有被实现的可能 随后花莲家福主任施正言 颁证感切状给市长薇家贤 及原摆花莲店长黄友诚 希望能透过活动 吸引更多人关注家福孩子 给予孩子希望达成心愿 直日起到11月30日 欢迎民众前往花莲原摆一楼圣诞树 认领心愿卡 记得蒋帮燕华联时报导